好 刚刚也听到吴敦义他承认跟程彩梅的亲家公吴门忠是熟识的 好 那么大家摇吻吴门忠是何许人物呢 其实吴门忠就真的是吴敦义在南投草屯的老邻居了 地方人士说呢 吴门忠是演艺圈出身 正商人脉亨通 吴敦义选立委的时候 他还曾经邀集艺人来为吴敦义助选 也常常捐款赞助庙宇 对于地方事务是十分活耀的 那么是不是居中向吴敦义来请托 来瞧事情呢 那就不得而知了 陈彩梅的亲家公吴门忠和副总统吴敦义老家 一样住在草屯新庄社区 算是老邻居 是吴敦义选举时的庄角 住处经常都拉下铁门 不过吴家人亲口证实 吴门忠嫁女儿吴敦义就是证婚人 民国九十三年草屯新兴宫北上进乡 戴着墨镜的就是吴门忠 当时他可是担任惭愧祖师庙的大总理 还曾用母亲名义打造两只石狮子捐给庙方 不只热心宗教吴敦义选立委期间 也是出钱出力 还靠与园艺圈的关系 广要艺人来助选 园艺圈出身的吴门忠一名吴文山 曾经营金德利生计公司 九十三年十一月还因为自创品牌的巴西蘑菇 涉嫌侵权违反商标法 被日本原厂控告 当时在家庭就是 原来他说到一些这些 比较有知名度的人 我本来有说过他这个情形吗 没有 没有 在港增淘选举时又乔人助选 吴敦义和吴门忠理所当然关系很好 是不是有可能替亲家母的男友陈启祥 向吴敦义陈琴 吴家大姐说 平常没汉亲家往来可能性很低 明星有天志欣 南多报道